今天晚上此时此刻 我们其实后来也看到了 是民进党方面当然也在拼陆战 那么造势的活动不可少 这个大咖都出来 拼命的声嘶力竭的和支持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一方面是有凯道造势的活动 但是另外一头 我们则是要来请这个 介大使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国民党现在推了这支竞选广告 有的人说就挺有感的 因为民进党我们知道 赖萧沛有个在路上 当然了这个路是不是变成录音的路 还是录影的路了 有人在哭手 不过说实在的 你要说是坐在这个驾驶座 或副驾驶座在那里开着车 大家来看一下这支竞选广告 你看柯志恩跟谢龙剑 龙剑仙 就在说这车子根本就是故障 声音都这样子了 你听不出来吗 那你坐在副驾座 你谢龙剑 你也有感觉对吧 龙剑你到底是 哪里找来的这个车 然后龙剑就回答 这车从海边找的 说真的 这个片很多人都说 这真的实在是也太传神了 因为的确 现在你在路上 你在坐驾驶人 可是问题是你开的这车 根本就已经是故障了 所以就讽刺你民进党 你现在已经把国家机器都搞成这样了 你还开什么车 开到哪里去 杰大使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广告 这个广告可以得分 你要针对别人的作为 你要极头痛极 而且一次还不够 那我们就请我们今天三位来宾 包括这个介大使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广告 他的诉求是什么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你觉得这开车是什么样的人 是喔 我一生感到一个人 他喔 他喔 海了 他实在是这么海了 偏偏要走一条肉的就路 实在是头发的 你看 这河上头都磨损了 还不知道呢 这整座海了了 来喔 拍摄看看 好啦 好 阿天啊 这河上里面都听不出来 有些事情喔 不需要坐上驾驶座 你坐着你的副驾座 你也有感觉了 对吗 阿隆阳 你是那里找着这台车的啦 我跟你说喔 在海底 那一天喔 可能坐不到 我这东方的 不然要走到航行啦 那这大路不走 要走完而已 好人不做去做不走 人家都路紧情 结果人塞麥区 來 教这个 咦 那里面用得漂亮啊 做得漂亮 里面都是鬼啊 我跟你说 你看这个发电机 都打得了 不怪不吵架 你看这东西 缺冬缺材 啊 尤其是海绕绕了 不怪没电 哎 不知道要怎么阻止这一群人 好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国民党方面呢 这个最新推出的这个广告 介大使刚刚也看到了 好怎么样 这个就有一个故事在里面 就用一个比喻了嘛 你就整个 你看我们在看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话讲 我们就一直在看啊 第一个他不落俗套 第二个他有针对性 破解性 而且我觉得他针对一个议题专的够深 这个才是在打选战啊 那你 人家唱一个调子 你没有攻击性 没有反击啊 那就是不行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看到 大概国民党广告做最好的一个 对 那所以我觉得做这张广告的话 替国民党有加分 那希望在最后时刻 他还是能够发挥一些 极大的影响力啊 蔡委员那你点子王啊 你怎么看 不是啊 因为我对任何一支广告 比较喜欢用客观的角度来看 这支广告PO出来以后 看24小时 以及48小时之后 他在YT上的浏览率有多高 如果越高的话 这广告就越成功 因为大家看了 有感就会分享嘛 对对这是很重要一个指标 因为我还没有看到 他的浏览数字 所以不晓得说 他传播的力量有多大 蔡委员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 这支国民党推的竞选广告里面 他主要提到的 整周海撩撩 整周海撩撩 都坏光光了 那这个龙建仙讲了这个话 可是呢 那你想想看 到底是哪里整周海撩撩 国民党举行记者会 那在这个里面 也特别强调说 这个引导国家道路啊 你是需要一个好师傅啊 如果你民进党不懂车不保养 不知道到底要把国家开往哪个方向啊 所以要让专业的侯友宜 赵少康以及国民党团队来做 那我看到朱立伦朱主席呢 则说国家如果是一台车 国家机器动得太厉害 会坏掉 所以不能走上坏的路 不能用黑心零件 不能缺少重要的发电机 可是偏偏呢 连发电机都坏掉了 谁搞的 是民进党搞的 国民党提出了这样的诉求 国民党这个诉求 当然有个前因后果啦 前因就是因为 蔡英勇跟赖清德拍了一个开车的广告 一个换手的广告 然后现在国民党这个追上去 就把这个车子 很明白的告诉大家说 我们现在的政府机器 国家机器 已经整周都毁掉了去了 贪污了贪污 外哥的外哥 拍A片的拍A片 什么把 还有包括总统录音带都拿来偷听 真的是整周毁掉了去了 什么都缺电啊 缺疫苗 对啊 疫苗乱搞 无效疫苗打到台湾人身上 又不准有效的BNT进来 这是他耳熟能详的 所以透过这个柯知恩 跟这个谢隆这两个 是国民党不分区 立委的名单中的主将 来打这支广告 我觉得是蛮有效果的 比前面所有的影片都做得 更加的有意义 现在就是说 行为这个机器坏掉 要引起民众的共鸣 说我们车子要用一个好的车子 然后开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 那这个是佛有余赵少刚所要扮演的角色 那现在影片推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接着看 在明天的时候 他的传播力有多大 好 不过来这个 说真的上次 这个里面其实都是希望能够 让唤起大家的那种 对民进党的不满 很明显 所以他才会讲到 整周海撩撩 但是到底是什么拍撩撩 海撩撩 那你看像最近 一连串的一些事情 你刚刚也提到了 忽然接到了一个警报 然后莫名其妙 你是Myssel 还是什么 还是卫星 国防部呢 当然了也赶快出来 一而再再而三的澄清解释 可是问题 现在他还要为指挥官报屈 说根本没有戒选 希望外界不要贴标签 所以是不是抗中保台 是抗中保台过头了 如今还要让国防部来背锅 搞出一个这个警报的事件 那再者还有就是外交 外交你说这过去这几年 民进党的执政 这个断了几个 九个邦交国 九个邦交断了 然后现在会不会 连拿护照出国 越来越困难 我们看到有个排名 说台湾现在 因为大家有算 全球最强的护照 台湾排到第35了 从33掉到了第35 所以如果说 这种东西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常出国的话 有时候你真的一看 就觉得 好像我们在国际的上的排名 又掉了 就有那种感觉 那我想请教一下上志 就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唤起大家 对于民进党的那种反感 把票给催出来 如果我先讲一下广告 我对于所有二创都充满了很高的兴趣 那么在这个部分 一方面有谢龙介的非常本土的语言 那我一直很喜欢谢龙介的台语当中 很有趣的语言 二方面呢 这个模仿 模仿蔡英文的造型 我觉得柯智能评成的头发不是这样吧 我觉得他有刻意书的比较像 因为我觉得要知道 现在我是比较 我算已经也是五十几岁很老了 可是因为我自己都在看动漫 我每天都在看卡通动漫 这样子的心境 我觉得年轻一辈 或包括在一般真的年轻人当中 与其喜欢看原本的创作 大家都更喜欢看二创 所以像包括在赖皮疗事件的时候 我就包括这一群节目里头 我们就在讲 哇整个这个Google上面 二创三创四创到八创 到现在每天各位 你们可能都已经不在乎赖皮疗 赖皮疗现在每天都有人去 还有人在那边卖东西吃 所以那个部分的热气 一直使 我要讲 大家都不要担心说 政论节目里头 没有在谈什么 没在谈了 大家忘记了 很多东西的包括广告效应 很多东西只要你真的直指人心 触动触碰到人们当中的那种 对民进党当中的负面跟不满 而且我要提醒各位 其实是这样子 很多的负面不满这种东西 在我们的政论节目里头 往往用批判的方式在进行 可是你要在很多的年轻人 一辈的心理 对民进党的部分 他们不骂的 你会觉得为什么年轻人不骂 你民进党没有 因为他们对他们是嘲讽的 也就是说他们甚至是笑咪咪的 在讲民进党 可是那个笑咪咪 你本身就像我在看赖皮疗的 各式各样的二创里头 所以我认为在这次这个广告里头 达到这个效果 因为这里头有讲到一些 李迪coco的部分的暗示 我自己觉得最开怀的部分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看在路上的原版 那个广告的时候 对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把蔡英文放鸽子 我不懂 就说整个东西蔡英文去哪了呢 她升天了吗 她卸任了 所以在路上就可以把她甩掉了吗 在那边在那个在路上受欢迎 当然因为她点几率很高 我就讲 你不要看那个六百多万 甚至现在更多在看 这个不会加起来六百多万 你不要也很受欢迎 很多人是去看来笑的 一边看一边笑 对这就是大家 就是委员知道 有些东西数字不是受欢迎 所以我们专程去看来笑的 专程去看来嘲讽的 所以我就容我肯定一下 因为我看了笑咪咪 然后我对柯智恩 因为我跟他常见面 他发型不是这个样子 要说成这个还蛮好玩 讲一下我觉得现在在有关国防部这件事情 我在这个国防部的曾经声明当中 唯一愤怒的就是什么叫做 为指挥官叫区 我都想我把指挥官恨不得 把他像卡通那样 就是那个Jerry跟汤姆 就是那个老鼠跟猫 我把真想把指挥官过肩摔100次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怎么会做这样子的 真的是笑掉大牙的事情 而且容我再说一遍 我相信在昨天在前天 当那个警报大响的时候 可花了那么多钱 就是为了因为北京 今年没有围倒 没有各式各样军演 没有办法创 就是引发那种恐怖气氛 所以搞这一整套的 SOB的流程 要创造这种紧张感 又要拿来做两岸牌 结果完全没有想到 AIT孙小雅的手机也是 哔哩哔哩巴啦叫 整个AIT里面 所有在台湾的哔哩巴叫 所有美军派到台湾当中 包括为了选举 包括正在训练国军的几百的 所有的美军军官 军人尤其军人 低头一看 飞弹怎么回事 我相信在昨天 应该最惊慌的 我们大概三秒钟 惊慌就结束了 大家就在笑了 而当中我相信全台湾当中 特别跟美国政府有关的 在前天那个时候 那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完全都可以想象 我完全不会意外 如果昨天在下午三点多之后 孙小雅AIT打电话给蔡英文 或任何AIT去询问 这件事情是什么回事 所以为什么隔天 马上自由时报三明治 所有绿媒当中 瞬间非常的低迷 不再多说什么 国防部瞬间道歉道歉的死气活来 而你道歉就罢了 你竟然还给我说为指挥官叫去 指挥官瞬间就该开除 这种的指挥官 这种会不要说简讯这件事情 不要忘了 简讯完之后 我当时就是坐在中间这个位置上 我被我坐上三只手机 吓到爆炸 我那个露出惊慌失态的表情 然后呢 两分钟之内 国防部新闻稿发出来 再过一分钟 新闻稿再发第二个 这都是ready准备好的啊 这可是整个国防部当中 早就知道会有这件事情 你一警报马上新闻稿 我们过去我也跑过国防部啊 这个包括包括你 包括国防部 国防部的新闻稿 能够这么快能够发的吗 这国防部的只要新闻关完之后 他要多少程序 有多少个在部里面的当中 将军要看过 能够在两分钟发王 他不就是先前整套的部分 已经准备好做的事情 你现在告诉我指挥官 你不把他拔掉 不把他像很多把他瞬间开除 有多少人的愤怒 现在对国防部 国防部这样一而再再而三 大家在讲说你放羊的孩子 未来你飞弹打来 我觉得大家还讲的轻松 我都觉得如果在国民党执政 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觉得国防部有多少将军要人头落地 大家告诉我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 还看为什么会指挥官叫区 你指挥官人头没有落地 下辈子再当指挥官 好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当大家都有一种愤怒的情绪 那是不是真的到了投票的这一天 真的就会用行动 行动去表达出来 因为行动是最重要 介大使 你知道现在呢 大家在关心的就是 13号那天的投票率 大使你的预估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台湾高铁统计 12到15号选举运输期间 4天提供719班次 一共售出大约38.5万张车票 有的人就说 好像今年的这个订票率 比较冷一点 抢票没有那么踊跃 那所以呢 到底是不是不如以往 那投票率会比较低 是这样吗 那您怎么看 你的预测是 我认为会比上一次低 上一次是75% 就是2020年 蔡英文竞选连任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觉得 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两股力量 一个是韩粉的力量 韩粉的动员力量很大 另外一方面就是 反送中的事件 台湾这个芒果干的 一直蛮强的 所以这个就把 两边的这个 这个投票的支持者都积出来 到了75% 那在上一次 蔡英文第一次当选的时候 那个时候投票率只有66 所以两个差了大概9% 这为什么差9% 那66我们就被忘记了 那时候因为国民党 有换柱事件 国民党的票很低 那大部分国民党 都没有出来 那我认为这一次 大概可能会在72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 绿营很多人 会投不下这个票 过去 我觉得绿营的出来投票 是 他也不会去把票投给别人 他就不出来投票 就干脆不出来投 投票议院 投票议院下降 那会下降的话是 5%左右呢 还是4% 那为什么定在70% 就是因为 蓝营的投票率会拉高 蓝营这次是声势大震 所以我大概 我估大概在72左右 还有就变成就是说 看天气 是啦 那天天气不错 对天气很好 连续三天的晴天 那有人的推断就是说 其实天气好很重要 年纪比较长的人会出来 会出来 会出来 倒是年轻人可能会贪玩 可能就不投票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会有影响 所以这一次我认为就是说 其实这些返乡专车 没有上次那么热烈 没有上次那么热烈 就是说整体的气氛不一样 那我觉得没有这么热烈的话 应该说实话 应该是对绿营比较不利 绿营比较不利 蔡委员 那您也这样看吗 对于这次的投票 你只要看看今年民进党 高铁没有优惠 然后台铁没有加班 然后没有在各大校园里面 搞返乡专车 好像都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他们知道说 不能把年轻人的投票率 拉得太高 他们认为年轻人 不会投票给他们 所以就要压抑年轻人投票意愿 希望把投票率往下拉一下 这是他们的目的 再来他们又要想要 催出他们的支持者 所以不断的造势 不断的造谣 不断的哭诉 这他们用了一贯的说法 对于这个所谓 连发的这种警讯 我跟你讲 对绿营的选民是有用的 是警告他们 中共的卫星跟导弹可能来的 那这些利盈人 就是在这种很特殊的刺激底下 他们就会出来投票 那蓝脸会嘲笑他 换句话说 这场选战有一个很重要的 不只是在比赛各自的支持度有多少 还在比赛自己的支持者 出来投票率有多高 那个动员的力量 对 谁比较大 别小看 来回至少一两趴 那一两趴多少 就30万票了 所以对于这个胜负差距会很有影响 那我的预判说 这一次的每一个候选人的得票率的差距 会跌破所有人的眼镜 跌破是差距很小 我当然现在不能讲 对 讲的涉及到 你们警告说这个不能讲 那不能讲 对 这不过投票率的部分 得票率 那投票率的话 像刚刚这个介大使OK 这个大概估起来7乘2 对不对 7乘是有了 因为竞争很激烈 你看每一场三党的造势的场合都非常的 人潮汹涌嘛 那所以变成说三党是势均力敌的 是 好 上次呢 我觉得今年是这样子 我这两个礼拜 每天白天到下午 除了来上节目之外 我都在三重新装 各地方蓝绿的装脚 在到处去探索 比如去了解罗志正的影响性 然后赖清德斯生子的传闻的影响性 但我有个特别讲到这个事情 今年我有个觉得很不一样的 过去我想蓝绿都一样 组织动员战当中 大家都在组织动员投票 因为还有包括立委 今年很怪 今年我在听到所有 包括我昨天去大甲也在问 今年都在组织 1月12号的 这个最后选战 选进职业大对决 而且我问了一下全台湾 包括我在花莲地区认识的一些游览车 就是我有个朋友 他就三辆游览车而已 都被动员了 就是全部动员 我所知道就是说 大家因为1月12号明天的拼场 可能太重要了 因为这次蓝绿白 大家都不能说 所以我问到的 以前都是在动员说 1月13号要投票谁 对吧在配票 当然现在担心有时候还好 但是今年 所以我现在就很担心 是什么明天 因为都要拼到9点多10点多 很多人要返乡投票 年轻人很多搭车 我们已经看到了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单单游览车 因为蓝绿都动员了 真的动员到吓死人 我要告诉各位 我这预测 因为明天 明天我要回花莲 什么叫吓死人 可能到凌晨两三点了之后 阿伯 民进党动员 如果比如说 从云嘉南地区来的 回到家都凌晨两点了 因为你知道10点结束之后 所以我预估 他们不会睡觉 对对对 现在就怕睡过头 你知道 所以我是第一次跑 新闻30年 第一次感受到说 莱利基层动员 动员的不是 照1月13号投票 在动员的部分 是1月12号 这个所谓选情大对决 非常非常有趣 所以今年的部分 重要的吹票动作 太重要了 因为有些人投票 也不知道要投谁的时候 就会看哪个场子比较多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这些国家有静法 闻了 为什么 这些东西 请下个毁度 架子